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的 群千四万里 要请各位观众朋友 跟着我们的足迹探索世界 赶快看一下 今天要大家飞往哪一个国家呢 从台湾往西方出发 穿越南海飞行8504公里 我们抵达土耳其 横跨欧亚版图的土耳其 城市伊斯坦堡 是地中海地区最吸引人的观光热点 每年高达四千万游客造访 街道建筑异国情调引人入胜 今天跟着世界足迹 我们即将前往土耳其 秦千四万里 真的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索的国家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除了这些特色之外 还有什么特色呢 让积天宇来告诉你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其实有我们大家熟悉的 很多的观光的景点 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 有一个是2013年才通车的 海底铁路隧道 它叫做马尔马雷 它是世界上第一条 可以连通欧亚大陆的海底隧道 而且它们连接两个地方的时间 只要四分钟 好厉害 好 谢谢天宇 掌声鼓励一下 这个土耳其是很有特色的国家 来 赶快来看一下 今天是哪两对来宾 要来跟我们争取这个里程数 累计里程数来争取机票了 首先欢迎的是由我们 嘉丽代理的耳聪牧民队 大家好 我们是耳聪牧民队 耳聪牧民队 由王明萌 许长青 吴启明祖称 在2015年10月 前往土耳其协述发放 站在第一线的亲身接触 相信对今天的比赛势在必得 2015年的10月 刚刚去过土耳其对不对 是 对 对为什么要去那边呢 发放 我们去发放 去发放物资对不对 到了那边去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从行程飞过去要飞多久 有跟台湾不一样的这些民情风俗吗 飞了大概八千多公里 对 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是那边的女众的话都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她们都要照黑袍 对 有的甚至更保守的家庭 她只能照到剩下两颗眼睛 没有 土耳其也是这样的地方 是 那她们这个气候各方面 跟台湾有什么差别吗 蛮相似的 气候很类似吗 只是冬天会比较冷 冬天比较冷一点 夏天也是一样蛮热的 是 好 欢迎耳聪牧民队 好 接下来欢迎 由博元代理的蓝眼睛队 嗨 嗨 我们这里是蓝眼睛队 蓝眼睛队由叶明轩 黄晓涵 邢晓军所组成 其中明轩在2015年的5月 到土耳其旅游 对当地的风俗名情相当的了解 今天是否能赢得比赛呢 我想发问她们为什么叫蓝眼睛 我怎样收 还有这东西来啊 对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土耳其当地的人们 挂在就是家门口啊 或者是挂在后照镜上面 就是算是一个 屈吉毕凶的一个小物 平安符的吉祥物 对 屈吉毕凶挂在家门口的 御守 你以为只有看的吗 今天还有特别加码了 软糖 是的 来...给大家吃一点 土耳其的软糖 对不对 每个人去土耳其 都会买回来伴手 你就好像我们台湾的鳳鱼酥一样 那我是把香精放在里面啊 我也来吃一个看看好了 感觉怎么样 酸酸甜甜的 两对都吃了甜蜜蜜的 土耳其软糖啊 精神都来了 对不对 对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 数据看国家 数据看国家 透过五个数字 了解一个国家以及区 从地球中浮现的数字 演呈书题目 率先抢答并答题成二的队伍 即可获得一分 马上来看一下 代表土耳其的数字有哪些呢 好 有这五个数字 跟土耳其有关联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好 马上来进行我们第一题 会出现什么数字呢 是的 第一题的数字就是 1930 好 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 1930年 土耳其最大的城市正式 被叫做伊斯坦堡 一直是很重要的经济 文化 历史的重镇 請问 1930年前 伊斯坦堡当时的名称是什么 1 奥斯曼 2 安卡拉 3 伊斯密尔 4 均士坦丁堡 請讲答 5秒鐘投论 請开始 4 丁士坦堡当时 一定是 4 4 4 對不起你們 謝謝 時間到 好 請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我們一起說好嗎 好 4 均士坦丁堡 到底是不是這個答案呢 我們讓天宇來告訴你 伊斯坦堡是世界上的 第六大城市 每年吸引超過月末有 四千萬的遊客 它一直是一個文化跟歷史的重镇 東羅馬帝國的時期 又改一個名稱叫做 均士坦丁堡 所以這個答案 在1930年到時候正式被更名 它就是從 均士坦丁堡改名來的 所以恭喜我們的 耳中夢名隊 厲害了 答對了 對 好 接下來呢 看下一題會出現什麼數字呢 數字16 題目就是 土耳其大概有16項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 還有很多個文物的發現 問題來了 請問下戀哪一項 也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是 一 藍眼睛 二 咖啡 三 絲綢 四 羊毛 到底是哪一項呢 請搶他 YES 恭喜柏園 搶到了 來 取得答題權 無謀中討論請開始 哪一個 哪一個 藍眼睛 藍眼睛啦 不是啊 可是他沒耶 他說那個 咖啡啦 絲綢啦 藍眼睛隊 請告訴我 你們的答案 主打星 主打星說 來 我們覺得是二咖啡 咖啡 好 這題答案讓我來告訴你們 就是 恭喜藍眼睛隊 謝謝 好 我們看下一題 會出現什麼數字呢 出現了這個數字 兩萬 兩萬 這麼大的數字 到底是什麼題目呢 注意了 土耳其有一座室內 附有兩萬多片藍色磁磚的清真寺 請問 指的是下鍊哪一座 請找他 我來貼 藍眼睛隊請告訴我 你的答案是 小孩說 我們覺得是三 三 對 聖蘇碑亞 對 到底是不是呢 我們請天宇來告訴你 這一題我們剛剛在題目中就有聽到了 它有兩萬多片藍色的磁磚 所以它又被叫做藍色清真寺 那到底是哪一座清真寺呢 小葉的表情有點怪怪的 對 小葉 她很緊張 你知道嗎 等一下她說她想改答案了 不好意思 來不及囉 正確答案其實是 艾哈麥德請真寺 所以很可惜你們答錯了 你們答錯 但是還有下一題啦 請注意啦 下一題會出現什麼數字呢 年輕人 出現的數字是 8 注意題目 土耳其橫跨歐亞地區 戰地廣闊 與八個國家相鄰 請問 不包括夏戀哪一個國家 請講答 這一次她確定了 確定來不及了 衝衝給對 我們有什麼討論 請開始 可惡 二八啦 哪一個... 二八 就是二七 因為她在飛飛 請告訴我 阿爾巴尼亞 你們的答案 十八 阿爾巴尼亞 是嗎 好 到底是不是阿爾巴尼亞呢 我們讓天宇來告訴你 很想知道答案 快點 好 先不告訴你 有地圖啦 有地圖 等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 在我們的題目中 唯一一個沒有跟我們土耳其 鄉民的國家呢 是阿爾巴尼亞 它到底在哪裡呢 它其實是在我們希臘的西北方 所以恭喜從不明對你們答對了 恭喜 厲害耶 答案是對的啦 好 馬上還有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就剩下一個數字了 是 就是 二 二 這個數字會有什麼題目呢 先告訴你們這題的選項 歐洲 亞洲 歐洲跟亞洲 題目是什麼呢 請問 土耳其橫跨歐亞兩個版圖 聯合國公布 土耳其是屬於哪一州 到底是歐洲還是亞洲呢 好 請假答 錯目明對 五秒鐘 請開始討論一下 對 我們三個 我們一起 一 二 三 到底是怎麼做來講 請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一 二 三 歐洲 這題真的只有兩個答案 你們既然那麼斬釘截鐵 這麼果斷的 四個人異口同聲的說了歐洲 那我就要告訴你們 它是屬於哪一州了 好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我們歐洲跟亞洲對不對 對 我看一下 聽不懂 亞洲部分佔的土耳其百分之97 歐洲部分只佔百分之3 是喔 所以 土耳其隸屬於... 亞洲 非常可惜答錯了 被關心 被關心 這很厲害 得知識 長知識 來 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現在的這個兩隊分數是怎麼樣 好 首先呢 是我們的耳聰木名隊呢 在我們的第一單元呢 拿到了兩分 然後我們的藍眼睛呢 只拿到了一分 沒關係 所以是哪一隊領先 當然是我們的耳聰木名隊啊 好 恭喜耳聰木名隊 從影片中延伸 率先搶達到 並答題成功的隊伍 即可獲得一分 好 世界大發現呢 就是影片題 有兩段影片呢 這個我們的答案 可能就在影片中 來 請看第一段 米奇亞 白天的伊斯坦堡 風光明媚 街道上 竟是前來朝聖的遊客 然而 入夜後 映入眼簾的 卻是滿街的難民 很冷的冬天 牆保中的婴兒 僅有單薄的毯子 一家人捲縮成一團 就睡在街上 從他們的眼睛裡 看得見無助與徬徨 對不被政府允許工作的難民來說 如何生存下去 是最重要的事情 長時間勞動的低信黑工 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 他們的朋友 他們說他們 他們說他們 在這裏 要做一個人類的 我不會做一個人類的 但是 我必須講一句話 我在這邊工作 工作很明明 在歐盟 在歐盟 工作12天 沒有人到 不是很大的廚房 這間車縫加工廠 是歐盟打工的地方 冒著被辭工的危險 歐盟 說他祈求全世界知道他們的困境 我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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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泊異鄉 早已練就 環境的適應能力 然而 飽金蒼蒼的歐盟 仍舊難以抹去 身為難民的四等感受 好 說到我們節目真的可以得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 對一個國家不同的面向 可以看到很多的東西 對 對不對 好 題目來了 影片裡面這個歐盟 做的是哪方面的工作 都有看嗎 有看已經都很清楚了 請講答 來 耳朵木鳴隊 搶到達基璇 五秒鐘討論 請開始 來 耳朵 對 耳朵 那我們等一下就一起 封刃 我問一下 好 應該這樣 來 請告訴我你們答案 我們請迷蒙世界告訴我們 是的 好 剛剛歐馬爾先生做的是 三封刃和封工的工作 封刃 是 到底是不是封刃呢 讓天宇來告訴你 好 我們從影片看到 在蘇丹加濟市這個地方 它有非常多的 家庭式的小工廠 它會需要非常大量的人力 那這個人力會從哪裡來呢 就是來自叙利亞的難民 那他們其實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 每天工作將近要十二個小時 可是他們卻拿著微薄的薪水 每一週的薪水 還不到當地人的一半 這麼少 對 所以呢 答案是什麼 就是你們剛剛在影片中看到的 三封刃工作 恭喜你們答對了 恭喜答對了 好像沒什麼討論 就直接答案就知道了 是 表示你們非常非常的清楚 哪一位分享一下 是真的去看到過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去嘉房的時候 沿路上我們都有看到 有很多的那個工廠 加工廠 大部分是銅工 都是銅工在做 他們這樣子薪資很低 大概是多少呢 差不多有600至800的那個土耳其幣 土耳其幣 對 跟台幣 1比11 那大概是多少錢啊 8800 8000多塊 8000多塊台幣 那他們 那台幣 房租多少錢呢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600塊 如果在一樓或是二樓的話 差不多就800塊 800塊土幣 對 土幣 所以說他們小孩子所賺的錢呢 大部分都是用在於那個租房子的 然後再來其他家的成員 去所賺的水生活會用 家裡會用 好的 了解了解了解 好 還有下面的題目 我們來看下一段影片 來 密西亞 2014年開始 愈來愈多的 序里亞難民湧入伊斯坦堡 自己志工胡光中 走進序里亞家庭 希望透過家訪 給予更多實質上的協助 他說這邊有蟑螂 你看到沒有 他這個地方 像這樣子的地方 這裡面都是水 那小孩子睡在這邊 其實很辛苦 沒有邊界 沒有種族與宗教區別 胡光中付出最誠摯的心力 為序里亞難民帶來一線的希望 透過前期訪飾 符合發放條件的難民 有好幾千戶人家 對慈濟志工來說 也遠遠超乎想像 還好透過號召 許多序里亞青年 也加入志工行列 發放過程中 以中文 阿拉伯文 土耳其文 唸出宣讀之後 將物資交到一戶戶 序里亞難民手中 因為分裂分子的意識形態對抗 二十二萬人 在序里亞內戰中喪生 無辜的人民正走在苦難的路上 需要更多溫暖的手 陪伴的力量 期待有一天 他們終會走在回家的路上 題目來了 請問 影片中 我們的志工胡光中 信奉的是什麼教 一 伊斯蘭教 二 佛教 三 基督教 四 天主教 請打他 答案 雖然你們是有實際去 可是沒有暗道理 對不對 暗道理的是藍眼睛 剛剛應該討論差不多了吧 對 這也不是不用什麼討論的 是嗎 他很明顯就穿在那一件衣服 對 請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答案就是2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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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真的嗎 我們可以解釋得更清楚 那請耳中部音樂告訴我們 是什麼教 胡光中師兄 信奉的是什麼教 他是最虔誠的伊斯蘭教 對 他第一位受證為慈濟志工的 伊斯蘭教 我好不容易搶到0的說 所以 來 聽說你們 答錯了 對不起你們 所以這是我說的就是說 福若 祭平 行善這件事情 是宗教是沒有... 跟宗教是沒有關係 沒有界限的 對不對 其實是在慈濟到了當地 除了佛教 很多當地主動來參與的年輕人 也都是伊斯蘭教徒嘛 因為他們是一個穆斯林國家 大部分都是伊斯蘭教徒 對 所以為什麼慈濟人 上人交到我們就說 無緣大食 同體大悲 就是這個愛心是沒有分 不分任何的國界或是宗教種族 就是一份的愛心 不分宗教 掌聲鼓勵一下 做得太好了 影片裡面好像是2014年 你們是2015年去的 當時發放的是什麼物資 面對什麼什麼樣的一個對象 我們去發放的 除了主要的是我們的兩所小學 我們有帶了很多的文具去 然後同時也一起發放了 一個1500份的家庭生活物資 還有1000份的現金卡 在我們蘇丹佳祭寺 以及他們經過家法 經過登錄的敘利亞鄉親 那現金卡可以用嗎 不是給他拿去變換現金 對 我就是要問這個 是今天不可以換成錢嗎 是物資卡 等於是一個物資卡 等於是可以拿去兌換物資的一張卡 對 那他的金額會依據他的生活條件不同 有所區別 那在這個之前 做這些家訪調查的工作 非常的辛苦 而且非常的task 怎麼說呢 土耳其只有三位志工 本土受贈的本土志工 是 所以他們都要第一 台灣志工 對 他們要結合當地的志工 晚上八點鐘等他們的工作回來以後 他們才去做家訪 聽說你們這次去發放也很辛苦啊 下飛機好像沒有什麼休息 就直接開始了 對 馬不停停 沒有 沒有休息 就一直到晚上 就到第二天 總共幾天這樣子 八天我們從十月十八到二十三號回來 一直從 就是做這些包括家訪 包括這些發放物資的工作 對 還有畜學 好 很棒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好 還有一題 請問 聽立體 在影片裡面 發放前用了三種語言宣讀 請問 不包括下戀哪一種語言 一 土耳其文 二 中文 三 阿拉伯文 四 英文 請講答案 好 請告訴我們你的答案 是 英文 是 英文 英文 答案究竟是不是英文呢 一定是 對 是的 在發放前 分別以中文 阿拉伯文 土耳其文 宣讀來自台灣的這個慰問性 對 就是沒有用英文 所以恭喜你們答對了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兩隊的總分 我們的兩個單元總分是呢 耳朱木鳴隊有四分 白眼睛隊只有一分 師兄太厲害了 所以要恭喜我們的耳朱木鳴隊 謝謝 是的 今天我們的獲勝隊伍就是 耳朱木鳴隊可以累積 土耳其的8504公里的里程 只要累積到四萬里 就可以獲得亞洲的來回機票一張啦 所以希望這個兩隊呢 可以長長的來參加 當然我們也更歡迎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報名參加 怎麼報名呢 沒錯 我們歡迎電視機前面 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或是公司團體呢 踴躍來報名 報名的詳情 請下我們的官網 或我們的Facebook來報名喔 跟著我們的足跡 一起探索世界 青天四萬里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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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